针研第八章第十三节 经威耶和在乎恨恶邪恶 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歪谋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这个我字就是第十二节的智慧 因为第十二节开始 我智慧以灵命为居所 所以这里其实一直在说 就是智慧它的喜好 今天说智慧的喜好 这里你看到首先智慧说到 它是很舒适的情况下 它愿意留在什么情况的居所 我们知道灵命是居所 而并且来到的时候会帮我们尋得万事万物的了解 以及计划谋略 但接着第十三节就说 它会恨恶这些东西 就是你想开始拥有智慧的话 你要恨恶这些东西 听到的时候其实好像很复杂 但其实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因为实际上 这个就是我能够尽力 我希望能够简化到的程度 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你做的方向是对的呢 怎么为止恨恶恶 我们要不骄傲 不要狂妄 我们不要喜欢恶道 我们不能有歪谋的口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智慧所恨恶的 所以怪不得很多人选择偏满 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导致我这二十五年的事逢 能够使得我有生之年 都让智慧在我平信头的时候 直到我做一个教会负责人 都能够拥有智慧的祝福 其实原则很简单的 就是什么呢 其实你看看Benny Hinn Billy Graham 你发现他们只是一个人 但他们的成功 简直是一定可以用这个字眼来说 是万人莫敌的 对不对 对于这些人来说 Benny Hinn或者Billy Graham 没有一个批评他的人 是有他们百分之一的合数 我说的是没有一个 你知道吗 所以变成了这两个人 给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个原则 因为很明显 如果你找到世上给智慧祝福的人 很明显这两个是其中的两个表表者 对不对 不是我们到处可以随便找到 我说是百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 这样也够了 对不对 原来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去给你理解 你是做得对不对 这个就是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我研究这些人 这些成功的人 我都发现现象 而这个现象 圣灵再提醒我 又说你这样做 你就知道 你是使得智慧 去越纳你 是喜悦你所做的 就是什么呢 原来你做事的方向 你留意 就是Benny Henn也好 Billy Graham也好 他们在你的人生当中 在他们的事奉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得罪一帮人 还有帮助到一帮人 换句话说 有一帮人是极之爱他们的 但也有一帮人极之恨他们的 但甚至教我看了 他说你很容易就看到 你是不是走一条二路 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日华 你看看好像这些人 在日华你自己的人生当中 究竟那些支援你 帮助你 爱戴你的人 那些是不是好的截徒 那些是不是行真你的截徒 那些是不是真的懂得在喜乐 还有在爱当中 走完他的信仰 而另外一看 就是攻击你的人 恨你的人 那些人是不是 你就是这里所说的 有歪谋的口 喜欢歪曲事实 喜欢行恶道 又骄傲又狂妄 那些人根本远远不及得理 但是他就已经叉了一条腰 就已经好像要教了全世界人 相信他教我 他教我看就是 你看看 恨Benny Hain的人是什么人 而爱戴Benny Hain的人是什么人 那你就知道 Benny Hain走的路对不对 那一陪你也是 你相信他教我 在我人生当中 都以这一个做准则 因为他告诉我 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哪些人最恨 那些正直不贪污的警察 那些一定是那些 贼和贪装枉法的贪官 就是这么简单 谁知道一个正直的警察 他是做得对的 是不是全世界人都喜欢他就对的 连那些贪装枉法的官都喜欢他 而那些贼都喜欢他 是不是 不是 原来你看一个正直的警察 你就知道 为什么神要用警察 因为很简单 警察就是拥有权 拥有高位 因为拥有权拥有高位的人 是不同的 不同一般街边的一个小丑 或者是扫地的一个审 他们不会得罪人 但是如果你拥有权 你拥有位置的话 你会得罪人 但是你要分辨你得罪的人是什么人 恨你的人是什么人 爱戴你的人是什么人 你发觉一个警察 爱戴他的好市民 爱戴他是那些公正不安的法官的话 而相反 恨他的那些 就如我所说 是这些贼 是这些贪官污吏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警察 甚至教导我就是说 又说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去知道你人生当中所走的路是什么 而事实上有了这个原则 真的使得我侍奉 轻松了很多 针言第八章第十三节 经威尔说 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并恶道 以及歪貌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是什么 也说 基督 我的主作 而我 跟你 踏上 二路 时刻 为你活 随着你 到中路 愿跟你 一跌走 正直道路 心不迫路 遥伤歌 终亦引定定闻波 此生你真理 当过 纵遜风 红心 已发起 纵水脱脱 心中 针指盼 悲伤因报 让我 外申 努力迈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